这两只小猪是中国一群疯狂科学家使用猴子的DNA 用基因工程制造出来的 根据新科学人 这些猪猴混合体是中国的团队制造的 这两只猪猴混种外貌和一般的猪相似 但是体内的细胞也有部分比例 传承自肠尾猕猴 根据北京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成员海棠表示 这是首次创造出孕期完整出生的猪猴混合体 这些疯狂科学家的目标 使未来能在动物身上长成人类器官好进行移植 不过这项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两只小猪猴都在一周内死亡 中国研究专家将这些肠尾猕猴细胞经过基因改造 让它们身上有一种称为GFP的荧光蛋白 可以借此追踪这些细胞以及它们的后代 接着研究团队从经过改造的细胞中 衍生出胚胎干细胞 并在其受精五天后植入猪肢胚胎 超过4000颗胚胎植入母猪体内 生出10只小猪 其中两只是猪猴混合体 不过全都在一周内咬折 中国科学家现在表示 它们正尝试要用更高比例的猴细胞 透过基因工程制造出更健康的动物 不过在实际完成这项工程前 或许只能继续从非自愿者身上收割 摘取它们的器官吧